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青椒炒鸡蛋的做法 青椒要选用薄皮青椒 口感好更香 首先将青椒去籽 切成丝 三个红椒切成丝 五个焖鸡蛋打入碗中 加点盐调味 少许白醋去腥增香 搅拌均匀 锅烧热不要加油 下入青椒翻炒 炒出辣味 青椒炒鸡蛋想要好吃 这一步很重要 加少许的盐 这样使青椒爽脆清香 闻到辣椒的香味后 盛出备用 锅中加油 油热和倒入鸡蛋液 炒至凝固 然后炒散 把鸡蛋炒出干香味 好了 盛出备用 起锅加油 下入青椒翻炒几下 加少许的鸡精 倒入鸡蛋 大火翻炒20秒 好了出锅装盘 美味的青椒炒鸡蛋做好了 开胃爽口 好吃下饭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